在我們講中國美術 這個是在 這個不是中國美術 像這種瓶子 就是屬於希臘藝術的一環 希臘的美術一環 這個慢慢看 稍微看一下 你看他們的動作其實就不會太大 就算坐著他也不會在跳舞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差別 中國美術跟希臘美術的差別 那個印度美術的差別 你要去能夠區別 這個就剛才我講的 這王羲之的鐵 快學時清鐵 是也很有名的一個鐵 然後這個 這個 吹白 這個大概要看 大概要看 郭希 郭希的圖 你們去看 就大概那個時期 宋朝了 大概最有名 中國最有名的時候 大概就是宋朝了 宋朝的時候那個作品真的是 太厲害了 王羲之 他很愛看王羲之 好 米圖 比較重要的 都會講 其實圖要看 其實圖都蠻重要的 這個字體要大概看一下 好像延禎梯的字 是屬於比較像這樣子的 大概是這個字 北魏的字 然後跟 跟那個王羲之的字 跟 不好意思 那個誰 張旭他們的字 黃庭街的字 大概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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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真卿 他比較厚重 扎實 這個是畫 宋惠宗 你知道宋惠宗嗎 他就是一個最有名的文人 但是他卻是一個最不及格的皇帝 他很可憐 所以你看這些都是 稍微檢查 看一下就可以了 大概要知道 我們那時候會講 很細 但是現在沒辦法講太細 再來我們講一些中國的美術大師 尼史真土 顧凱茲 這個也要講 他可能會是這個 我現在好像有考過類似的 所以你要稍微看一下顧凱茲的東西 我在教你們怎麼會導讀 怎麼樣去稍微看一下 你要大概知道說 這個畫家他大概有經歷 那不用看到太細 大概知道說 這個畫作大概是什麼時期 半寬碼西山邪旅圖 這張很有名 這張西山邪旅圖是 北宋最偉大的畫家 然後他留下西山邪旅圖 因為那時候宋朝他們很 很重視文人氣息 他們不喜歡把名字牽到很大的地方 所以這一張西山邪旅圖 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作者是誰 是有一次我記得是 館長 博館的館長 他就在看 他細細看 噢不是不是 髒話的 不是罵髒話的館長 不是健身的館長 不是不是 館長 館長粉絲很多 好好講話 好好講話 館長 漂亮 做工商 想健身找館長 去窩軍也可以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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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隨便自由市場 自由市場 然後我們講完 館長 好 圖書館館長 好不好 美術館 博物館館長 他們去看 他就在看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樹 他就在看 欸 這個樹葉中間怎麼寫了兩個名字 郭希 從此以後大家知道 喔 原來他把名字簽在那個樹葉裡面 好像這個 我說等一下要講那個 欸 是泛寬嗎 泛寬 西山巡女 對 不好意思是不是 泛寬跟那個誰 欸 那我講到誰 泛寬 泛寬 不好意思 那是泛寬 泛寬 我記得是 反正 反正 欸 對 是泛寬 沒錯 西山巡女 我為什麼會記成郭希 郭希是誰 我想一下 郭希是誰 我想一下 不是不是 一定有郭希這個人 但是是泛寬 欸 是泛寬欸 這邊有啊 這邊有 所以我講錯了 他終於在中井的後面的訴從中找到泛寬 對不起我錯了 所以郭希是寫什麼 我道歉 我道歉 西山喜女圖 老師講錯了 對不起 那我們繼續往下 那你們要記得 再來蘇東坡 蘇東坡要記得 蘇東坡很有名嘛 蘇東坡幾乎什麼 是最有名的文學家 詩人 畫家 書法家 烹飪家 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是烹飪家 廚房裡的客人 他因為有一個那個什麼 那個啊 東坡肉啊 喔 然後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 玉吧 吹白菜 吹 有一個東坡肉 喔 東坡肉 肉形石 所以你可以把它去那個 它是有關聯的 所以你要記得 還有韓石鐵 好 稍微就是這樣看 我們這樣看了也看一半了 喔 中國美術史其實也很多 等一下 這是什麼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這是八大仙人的 八大仙人 八大仙人的圖長得很機車耶 這個時期是比較 他的圖長得超機車的 我記得好像是 我之前有當過頭貼 因為太機車 你真的喔 他畫的東西又翻白耶 八大仙人的時期 是他們為什麼畫這些東西 是他們那時候 我記得是在戰亂 對 他們 他們先了解其他們移民的傷痛 他們三號是 是來自佛心中的八大仙人 是八大仙人 他們畫的東西 有些像褲子就在笑 對啊 就長得很機車 他比我那隻鴨鴨的機車耶 對啊 他東西其實是 他是有一點在批判當事的證據 所以他自己畫了 那時候是崇禎皇帝 你知道崇禎皇帝嗎 崇禎皇帝 明朝嘛 是明朝吧 崇禎皇帝 他最後不是死掉了嗎 致意啊 然後這些 崇禎皇帝 我忘記是什麼 就是 八大仙人 他們就 有那種 王國之痛 然後他就把作品畫成 就是 就是 我們現在看起來很 好像很可愛 很白爛 可是他其實就是 我不知道 嘲諷嗎 也可以說嘲諷 他就說八大仙人的行為舉止 非常非常怪異 只要在酒家喝酒 胡言亂語 有時候痛哭 然後就要說他是瘋子 也有人認為他是裝瘋 然後他 他 因為瘋子不能畫出那樣的沉痛 增去比例的話 所以呢 所以八大仙人其實是一個 那是 我查這個八大仙人 然後下面 那個 跳出來的框框 就有八大仙人 白眼 裡面超多 那是全都要放白眼的圖 我今天我今天頭貼是那隻鹿 所以那你可以稍微去記一下 稍微去記一下 對 我之前頭貼 好 那你可以 可以看 可以 這些大概都要去 在我們台灣美術的簡縮 這個要認真看 台灣美術 他會講很多的 像最有名的三個 張大千、浦欣瑜跟黃金幣 這個要去記 這個還蠻重要的 張大千、浦欣瑜、黃金幣 像很多的老師 現在是張大千的學生 幾點了 五十三分 我們再講一下 再講兩分鐘 我們台灣美術這裡導讀就好 等一下空氣的時間再來講 他說張大千 是中國最傳統的水墨畫家 浦欣瑜跟張大千 是齊名的 叫南章北埔 南章北埔 也是晚清皇室的後裔 然後中國文人畫的最後一筆 在講他們 在講浦欣瑜 所以講浦欣瑜的右筆精稱 然後黃金幣是屬於 渡海三家中的 對台灣美術影響最大的 所以黃金幣也要記 他當時是擔任師範大學美術系系主任 所以呢 這個是 這個李石橋也很用力 後來老師有帶大家去看一個展覽 是北美館那個展覽 他有用李石橋 我們要看這個大家的東西 他把李石橋的圖變成是一個 立體影像 然後投影到 投影在空氣中 這麼可愛嗎 然後他這個人就會從裡面走出來 他就放著那個古時期的鴿 那個人就從那個空氣中這樣走出來 唉唷 看起來很詭異 可是很帥 很酷喔 就是 就是他是立體的 你知道嗎 他是空的 可是是立體這樣出來 所以那時候的光影 對 是毛毛 可是他處理得很好 就很厲害 就是他們在感念李石橋 那時候的展覽 他已經過去很久了 所以以前的水彩 會比較偏向水墨 最有名的叫一個叫錫德記 他很喜歡畫一些那種烏瓦 那種燕尾的烏瓦那些東西 然後東西是 剛開始的 台灣畫家的水彩 會比較偏向是 比較 比較血液 比較放人 是到一個階段以後 才開始變成是 比較懷舊寫實 到謝明昌老師那邊 但應該不會考到謝明昌老師這裡 所以你要大概看 這個陳哲波也很有名 陳哲波 他們都是 都是台灣美術史上 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石磚輕衣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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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雪狐 郭雪狐 對 郭雪狐 那個你們現在有他一張作品 你就 你就發了 你就發大財 你就發大財了 一張作品就發大財 這些作品都買不到了 他已經被收藏了 廖氣村也很有名 廖氣村 所以你們大概 廖氣村是當時像是印象派的一個 很有名的畫家 我們盡量看就是有圖的 有圖的礦工 洪瑞玲 洪瑞玲 要記得他畫很多種類似礦工的 所以他用色其實很像 剛開始的時候的范谷 你要去記 范谷剛開始他都畫的顏色都是屬於像這樣 他都畫一些低階層的那種人靈 然後他畫最有名 范谷畫最有名的叫食屬者 就是類似這樣的色彩 然後一群一個家人圍在一個地方在吃屬 那個馬鈴薯 他們很窮 然後開不起光 他就開一點點 就是用那個油燈 然後這樣子一個光線聚焦這樣 他顏色就是這樣黑黑沉沉的 所以剛開始范谷畫的那些作品很不受懷疑 他哥就一直跟他說你不能畫這樣 范谷就很生氣不喜歡 就跟阿哥吵架 范谷每次跟所有人吵架 他跟一堆人吵架 可是後來當范谷進入了法國去認識了賽上 認識了蒙內他們以後 他的整個世界開闊了 他看到法國溫暖的光源 所以他開始顏色變化 變成後來我們所看到的范谷 然後到後期他開始精神變狂躁化 范谷應該知道了 他有作品 他故事很多 但有些被神化了 有些是真真假假 其實他跟那個 他的私生活也很糟 他就是有錢 就去酒店 他很窮 因為他有錢就去酒店 然後他都是他 他也是這樣 他窮到就是去嫖妓什麼 花到都沒錢 然後他哥支助他 他窮到就是他拿他的土去跟那個 跟那個那個畫店的老闆 跟他換那個工具 畫畫劇 然後畫畫劇 因為畫店老闆其實也幫他很久 可是有時候看不起他是怎樣 他就把那個 你知道油畫嗎 畫還沒乾的時候是黏濕濕的 他就兩個對方 兩個濕的就對方 然後就黏住 然後他看到他很神奇 又跟那個老闆吵架 他一生跟所有人吵架 所以他到後面 可是他跟他的個性 他是一個 他是很熱情的一個人 就是他曾經當過是 我們時候講 他飯谷也會考 他曾經當過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一個傳教士 通常我們傳教士 就已經很熱情對不對 他是會熱情到就是 你為什麼不來跟我信教 你到底是對人魔鬼做了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對 他已經就是已經 很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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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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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信教他很棒 好棒 很棒棒正常啊 他就是 所以所以飯谷有 在飯谷未成名之前 他們村子人都很討厭他 都叫他紅色的惡魔 然後飯谷成名以後 每個村子的人就 他是我們的村中之光 村中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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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不到 OK 我們稍微講到為什麼 我們叫洪瑞琳 洪瑞琳 他有時候會這樣比較 然後你看李梅蘇 李梅蘇也是很有名 他們也是開啟了 整個台灣的繪畫史的另外一個新頁 他們是受西方的藝術教育所帶回台灣 以前台灣的還是比較比較蠢一點 不是蠢 蠢奔一些 不是蠢 是蠢奔一點 然後稍微看一下像這種 鹽水龍也是非常非常有名 served 他的作品有點像版畫 很餓了嗎 去稍微看一下 哦 他那時候帶入了很多的西方的繪畫技巧過來 建立了一個